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方说 这个视频里的这个 这个是人里面最厉害的了 不过在猫里面是最菜的 因为猫的韧带和关节都比人强太多了 可以随意变形 那今天我们就来做个测试 做三条难度不同的跑道 来让你们见识一下 液体究竟是怎么炼成的 首先呢这个跑道的宽度 必须非常的窄 大概这么宽 高度呢也不宜太高 差不多是猫猫站起来的身高 免得太低 这个猫一下子就跳出来 首先呢先把自己设置好的跑道剪下来 第一个跑道呢比较简单 只有一个急转弯 之后呢再用热熔胶把跑道两边给粘上去 1号弯道完成 首先就直接上我们家最胖的呆呆 这个跑道其实也没什么难度 就一个急转弯 走呆呆 走呆呆 呆呆 呆呆 呆呆感觉太急了 呆呆呆 屁股不要脱入 走 走 走 好 呆呆 轻轻松松 呆呆 这路这么宽你都会卡住啊 我起码搞了个13厘米 出来吧 看起来呆呆实在是太胖了 这么宽的路都走不过去 接下来有请我们家第二胖的猎手 猎手 来吧猎手 走啊猎手 那手就很轻松啊 漂亮 是不是觉得刚刚那个太低级了 我们家体型这么大的两只猫 都轻而易举地过去了 对吧 剩下我们这种体型小的 不是随便过过的 所以我又做了一个难度超高的版本 就是这个 究极山路18万只猫猫痛不过 变鼓鼓的迷之赛道 这个跑道实在是太难做了 昨天做了我一个通宵 你们可以明显地发现 虽然我穿的是一件衣服 但是我和开头明显不一样了 因为已经过了一天 我知道你们都没看出来 没看出来发个三连啊 准备好啊 进入了 走 走 走啊 门答 卡住了 门答 走 继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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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露娜轻松通过啊 哎呦 我们的露娜轻松通过啊 就是年纪大了走起来有点佛系对吧 接下来呢我们换一个小年轻来啊 揪揪 看看能不能刷新一下露娜的最快圈速 揪揪 准备 开始啊 揪揪 不是揪揪你这个头不能出来的啊 哎呦 你这不行 哎呦 是不是觉得还不够刺激啊 不要紧 我们还有第三条跑道 终极蛇皮 究极无敌 猫咪进去会迷路之山路十八弯跑道 就是把跑道一的宽度缩小成七厘米啊 之后再把跑道一和跑道二拼接而成 形成了最装的最难买跑道 而且这次我们要一下子放三只猫进去 让你们看一下液体和液体之间的碰巧 小丁 小丁 进去 阿里 进去 走啊 小丁 走啊 别挡道啊 快快快 往前走 小丁 走 好 好 最后再把跑道给封上 它就是一个闭环 夹子有没有 走 你夹子头把这里夹上 好急哦 完了 完了完了 要弄了 哦 要打了 这里一个头 这里一个头 看看 下路下河 用力 用力 哎呀 挤过去 看到我已经掉了 它会出不去了 无限在里面 哦 奥里已经彻底放弃了 它太胖了 生好娃之后屁股 你看它大成这样 看起来三只猫一起跑呢 是完全不可行的 而且还会因为一些胖子 而造成堵车 影响了我们家爆破鬼才 小Dior的发挥对吧 那下面我们就让小Dior 一个人胖对吧 让你们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激流涌进 便宝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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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涵转 从前面的测试就可以发现 猫咪都是液体 一滩舍水 肥水 激流涌进 也就水质和流速不一样 好那之前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觉又变成了手工区的 还有很多朋友问我 公猫为什么要割蛋 对吧 那我下期做个视频来回答一下大家吧 猎手为什么我要嘎他的蛋 最近疫情刚缓和 上班复工 实在是太忙了 不过我答应你们猎手的蛋 我会尽快去嘎 喜欢的点赞 投币 分享 爱你们 顺便再点个关注吧